在輔導的時候,如果有人很想進入感情 而未有,於是心就不開心 可能失望、煩惱 很想得到又失,又得不到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痛苦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想告訴我 以前我也試過這樣 但結果不太好,又很難接受 當一個人很想有感情,又得不到的時候 原因是他有種空虛感 有種孤單感 很想用感情給自己有安全感 有被愛的感覺 當有些人在一個很看不開的情況 不斷想有感情的時候,他很痛苦 亦都很難改 因為他覺得這是他人生的盼望 很想在這裏得到 當一個人是這樣想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讓他講 你痛苦什麼,你想得到什麼 讓他講出他的心 或者你的內心裡面覺得怎樣 當你沒有戀愛的時候 你的心裡面覺得怎樣 你希望在戀愛裡面得到什麼 或者這樣會有什麼效果 為什麼呢? 當我們說你會失望 我想你說的可能是女性 很多男性都會令你很失望 你越期望,越得不到 待會被人騙了,很辛苦之類 但是他在那個情況下 他根本的心裡就想不通 想不通的時候 我們越勸他,他就越覺得 你是那些反對戀愛者 我是那些追求戀愛者 不是說你反對,而是反對他有戀愛 我不是反對他有戀愛 而是覺得他覺得我 你已經結婚了,你又試過很多次拍拖 你都不明白我沒有的原因 我沒有,很慘 你每天有這麼多經驗 你當然是不慘 反對戀愛的意思 就是反對他現在這個狀況 需要找戀愛來幫他 或者體重戀愛 我不是反對他的 只不過他自己是 中了他 很漢球 很漢球的主 我覺得他很容易被迫 其實這個情況可以應用在戀愛 以及很多人有不同的問題 都是很難出來 越勸他,可能他越不想出 我們能夠幫到他 引導他去找到 為何他會這樣 譬如他的開心 失望 孤單 譬如他平日的心態如何 譬如說出他 譬如他覺得孤單感 我意思是 讓他在問題中 帶領他去思想 讓他引導他一步 看得到 他的需要 和他在戀愛的期望 到了某一個時候 是引導他去看到 有些人有戀愛的困難 但當一個人決定了 是困難去改變他 我們有個心想改變 但我們希望一次輔導他改變 可能這個人不是一次輔導改變 可能經歷過幾個月的關心 支持 或者不要說這個題目 就是祈禱 在神的同在 神安慰祂 祝福祂 祂在神裡面得到平安 那祂慢慢 祂就放下這件事 就會更容易 我們嘗試告訴他們 我所聽到你的情況 就是有些人的心已經很硬 我用一個例子 現在有些人經常想玩手機 玩遊戲機 你越叫祂不要玩 祂就越玩 你越是要去 你現在不要玩了 你越玩 你又讀書 讀不到 什麼都做不到 那祂就越不可以 他就越不可以 他有一種忍 那這個是很難的 事實上有些人你是幫 極都幫不到 為什麼 因為他不能出來 他覺得 他覺得 這是他人生的出路 因為他找到的東西 很滿足他 人就是找到的 所以他就覺得 全世界所有東西都 都對他沒有價值 除了這東西之外 其實當他真的得到 首先有 有 弟兄姐妹的愛 和耶穌的愛 他就可以得到 目中 得到台邊 但有些人 你勸勸勸勸 他就會醒 即是引導他 他會醒 有些人你引導他 很久都不醒 因為他的心緊了 緊了的時候 問題就在他的身上 但我們都想引導他 但你知道他是這樣 你知道你一說完 他就抗拒 唯一辦法 就不說了 只是關心他 接入他 為他祈禱 如果他願意的話 祈禱讓他的心安 慢慢他會處理到 好像有些人 他是要玩手機的時候 你每次都叫他不要玩手機 他就會每次都抗拒 但當他有神的同在的時候 就會改變 但有些人說 他神的同在都不要 他都不肯人祈禱 那個人越緊越硬 我們是越難幫的 越難幫的時候 事實上是 我們就是求主幫助 這個人感動他 他會醒過來 如果他不肯醒的時候 可以說沒有人幫到 只有神透過某些環境 透過或者另一個人去幫他 那時候 越心急就越幫不到 你知道他都沒什麼用了 你就引導他其他真理 就要幫他 我告訴你一個例子 給大家聽到 人可以被信仰捆綁 不是信仰會捆綁人 是一種信仰捆綁 他聽了某些道 那些道說什麼呢 你有信心凡事都能 有信心的姐妹一定會有結婚的 他就用了這個經文 用了這個意念 就是說 當有信心 神一定會為她預備一個配偶 但問題就是 她始終都得不到 他就開始懷疑神 當我勸導他的時候 他完全不想聽 他完全是覺得 我的信念就是神一定做到的 但是神做不到 即是 要麼神錯 要麼我錯 要麼神錯 要麼我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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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心不夠 這個 其實基本上 他是怎樣 他是 信心 聖經都說 按照神的心意 但他就是怎樣 按照我的心意 我有信心 就是他想神做到他要做的事 他以為信心就是 我想什麼 神做什麼的時候 而神沒有做的時候 他就會懷疑 他就對神有懷疑 他說 我現在對神有憤怒 很矛盾 一方面我信神 但當他得不到 他又對神有憤怒 所以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錯誤的信仰 因為錯誤的信仰就是 我們控制神 想做我們的事 就會有問題 他就說 我事實上 現在來說 眼看得到 的確是姐妹多 但已經少 如果你按照神的心意 是跟基督徒結婚 事實上很多姐妹 是會難找到配偶 這個事實 他就說 那些沒有信心的就找不到 那些有信心的就找到 他裡面有一套的觀念 所以我們裡面的觀念 都會影響我們 這個價值觀 還有價值觀 價值觀就是 我一定要結婚 如果神的配合當然好 但如果不是神的配合 有時勉強 反而問題更大 即是心靈會破壞 有時我們輔導也會見到 這種人 那又怎樣 這樣的時候 我們知道他真的抗拒 我們只能夠引導他 又接納他 又讓他知道 被接受 但這些人也有個危機 他找不到男朋友 他就很想找一個對他好的朋友 這個沒有問題 不過他會有時拔得很厲害 因為他得不到男朋友 他就想起碼有個同性的朋友 是隨照隨到的 隨時能夠來到他身邊 可以安慰他 這樣的時候 他的問題就是 他總要有個人 他越是要得到 他越得不到 但他越是開放、豁達、愛神、輕鬆 越祝福人 他就越多朋友 但他越想得到 就越得不到 所以這也是有時 我們見到一些人的問題 可以說是一種困所 一種欲望 他欲望很想得到 但得不到的時候 我們可以接納他 例如你次見到他 你知道是這樣 我們都愛他 關心他 為他祈禱 祝福他 求神慢慢透過這些 改變他的心 讓他看到神裡面的滿足 即是神的滿足 來改變他 當你說過一兩次 你發覺他都不接受了 你知道再說下去 他就越抗拒了 在這方面我們就放手了 即是說 人呢 有些 好像耶穌所說的比喻 殺了比喻 有些人他是硬土 他是很難很難改變 的時候我們 即是唯有愛心能夠改變 慢慢 可能有的時候 會改變 但如果用說話 我想我們接受 有些人是非常難改變 也有時候我們要放手 但又關心他 即是放手 不要讓他影響到 其中譬如 譬如 我們的子女 當有困難的時候 你很想他聽話 他咬不聽話的時候 我們越被他壓住 我們就越辛苦 我們就沒有力量 所以他在那時候 我們都要放手 不讓他影響 但是又祝福他 這就是一個平衡 即是 有些人就放手 不理他 就算了 這個人 他自己 他自己選擇的路 但這樣的時候 我們又缺乏愛心 我們也分配我們的時間 這個另一個問題就是 有些人總是出不了 我們會繼續幫他 但是我們用的時間多少呢 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 我們幫一個人 我們會繼續幫 但是用的時間 不一定要 他不幫我 是要每天陪他 每天找他 他一找我 我立刻來幫他 這個也是一個 不是健康的方法 即是讓他好像依賴他 或者用了很多時間在他身上 其實是不需要的 不是說那個人不聽話 我們以後都要跟著他 但我們總有機會去幫他 但我們應該放更多時間 在那些願意幫助的人 而回到我們說 我們怎樣可以有更強的同理心呢 就是當人一說的時候 先感受他的感覺 即是回應他的感覺 好像你現在說的 我相信你可能有兩個感覺 一個感覺就是很難幫助的人 覺得辛苦 但另一個感覺可能更加困難 就是好像自己是否很難做得到 即是很難達到同理心 即是可能這個感覺 即是失敗感 你能夠說得出來是非常好的 你知道自己現在有種失敗感 好像自己不懂 做得不好 我知道是難受的 即是我也試過這種感覺 我也試過幫助人的時候覺得困難 也試過廣道的時候覺得很難 說得到我的心 說得出來 想去得到但達不到 都是在那天掙扎中 掙扎了很久 所以你這個困難 就覺得一種失敗感 做得不夠好 果效不夠好 那就對自己失望 我知道這種感覺 其實我相信單止你有的 很多人都會覺得自己不夠好 是會佛力和沒有信心 我想告訴你 你知道你就一步步 有辦法去提升 一定可以的 你總會 應該說 你可以每天進步 先進步先進步先進步 你馬卡就去得到 這個我回應你就是 你聽你就是 會一步一步做得到 可能進步未必好像你想那麼快 但總會進步 我會支持你 我們周圍的人都會支持你 還有我們互相都支持 有時我們個個可能都做得不夠好 但是神總能夠提升到的 好了 這個我就是回應你的感覺 這個回應的感覺 不單止是現在的 我們以後 就是想到 他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 有時回應他 就是關心他 那你就不要說 這陣子你有沒有失敗感 不要這樣問 他想到失敗感 那就很辛苦 就是這個錯誤的回應 而是多些說 美先生你做得好 你這個做得好 你幫到那個人 那個人你跟他聊天 他會笑 這些就會讓你有信心 你有沒有記不記得 有些人幫完他 他笑 他開心 有些人會喜歡你 那些便做到 你想想那些便舒服 但你幫到那些 你就用那些安慰自己 我都幫到這個 第二天 慢慢就越來越幫得到 我都這樣說 有些人可能事奉經驗不多 你幫多些那些容易幫他 讓你多些成就感 好像很多人覺得難 不是容易 是啊 多些成就感 因為其實我們不是靠成就感 來侍奉 我們不要靠成就感 但是呢 當一個人沒有信心的時候 他有些少許成就感 他就會令他有些向前的力量 否則他經常都 侍奉的時候 的果效是很低的 他就會覺得 你們做得好 我真的很難 當然最好第一 就是在神的愛裡面 得到力量 但是可能 有些人做到七八成 你做到一成 那你就不要說九成做不到 是你那一成了 那你就覺得 挺好的 我都做得到 這是一個 其實我們自己安慰自己 給力量 這不是阿Q精神 不要跟人比 你做到一成就好了 你幫到一個就好了 那你就有信心就要下去 這是第一 另外一個經文 我也經常提到 《九龍多前書》四章二節 所求於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 你忠心就可以了 忠心當然包括你去做 也依靠神 以及靠著神去改善 雖然現在做得不夠好 我忠心繼續去做 就可以了 那去回謝先過的問題 就是 這個失敗感 我也試過有失敗感 我真的發覺 第一 在神明得到安慰 得到力量 以及我忠心 就告訴自己 我以前都經常告訴自己 我都忠心了 那我就算有人不喜歡我做的 都不要緊 那我就放手 放手的心就鬆了 然後我就看回我做的 我就分辨了 分析我所做的事情 到底我有什麼做得好 有什麼我強項 有什麼我還要改善 那我就 祈禱問神 以及我去分辨 尤其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看到自己生命可以這樣提升 為人祈禱又可以這樣提升 又分享給他聽 他又會提升 這個是聖靈充滿的 這是一個很強項 因為在未聖靈充滿 他只能夠輔導他 教導他 可以為他祈禱 但是他在本身的困難 他比較難經歷 但是聖靈充滿的人 那個人就算 嘔嘔鬥鬥鬥 無力也好 你知道 你現在暫時的同理心 不是那麼容易有 那你就先 分享多些耶穌如何愛我們 耶穌如何祝福我們 我們不如一起祈禱 來幫他 就是用這個方法 多一點 我們享受神 還有說回那些恩典的話 記不記得 恩典的話 是不會被人壓力的 耶穌很愛你 記不記得 還有些什麼 神體重你的 神會提升你的 神每一步會興起你的 這些就是不會被人壓力的 這些類的說話也幫助他 不如我們一起說 一起做 我講一句 你講一句 叫他每天都講 其實這個已經做了一種 教導 不過就用一種 我分享我的經歷 然後 你一起去做 然後你回家試試做 然後跟進回去 這是一個簡單一點的輔導方式 為什麼呢 因為 你不用叫他那些事情改變 你幫到他找神 他找神的時候 他慢慢改變了 這個 在你來說 可能會 這一步 容易幫到某些人 好了 到下一步 就是說你要去改變他的時候 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用一個 除了你有同意心 關心他 我感受他的感受 我知道你會很辛苦 你都想一想 難受 就是困難 但是 我會想到 當一個人做得不好 是有另一種感覺 就是有失敗感 因為我有這個經驗 以及我想一下 我是你 會有什麼感覺 所以我就會想到 你可能會有失敗感 我都問一問你 你會不會有失敗感 就不像說 你有失敗感 你都說我有失敗感 就是沒有失敗感 如果用問的方法 他就會覺得沒有那麼難受 就是當你感受到他的感受 你就想一下他的感受 或者問回他 第一個就是 你會不會都會覺得很難 但是感覺都有程度 可能去到失敗感 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 為什麼呢 他會覺得很失敗 他會降低他的身份 所以這句話 都沒有輕易出口 就可能用什麼 你會不會覺得 你會不會覺得 面對這些困難 真的很難 很辛苦 這個先 這句 很多人都會的 辛苦 是吧 覺得不開心 是吧 會 覺得自己好像做不到 好像有些事情想做 做不到 那些字眼開始進入失敗感 即是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樣 這樣引導他 逐樣引導他 讓他講出他的感受 這個便是一個同理心 然後到他知道他有這個情況 你可以問他 你覺得 有什麼方法可以面對這個問題 你覺得你有什麼方法 你有沒有試過呢 譬如他有試過 有些方法 也有些好的 你就欣賞他先 在他來說 他已經做到一些 你就欣賞他 就不要馬上說 你未勝利充滿 還未夠釋放 他就覺得 我又未到 他又做了多少 你就欣賞他多少 又引導他 如何逐步逐步 引導他做那麼多 引導他 讓他知道其實不難 一步步提升就可以了 出發